大家好,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到的三種儲存裝置 例如像是硬碟、隨身碟或是記憶卡的部分 這些東西雖然我們隨手可得 可是當你要購買的時候 我們卻不知道該如何選擇 以及我們使用的時候要注意哪些地方 例如像硬碟 它是適合儲存的一些主要裝置 可以安裝在像是電腦、NAS或者是我們的監控主機 下去做儲存 像是隨身碟的部分 它是屬於比較方便攜帶的小型儲存裝置 我們常常用到一些傳輸或者是備份資料的部分 例如說我們隨身攜帶筆電 就可以把檔案放在隨身碟上面做使用 我們也可以連接像是藍鳥喇叭 下去播放音樂 也可以連接我們的監控主機 去備份錄影資料的部分 像是記憶檔的部分 就是我們很常用在像是一些網路攝影機 手機或者像GoPro 或者是相機上面去做儲存檔案的部分都可以 我們選擇正確的硬碟、隨身碟、記憶卡 可以確保你的資料安全 如果我們選擇的是不適合的裝置 那有可能會造成資料遺失的風險 甚至儲存空間不足 而導致寫入速度緩慢的一些狀況 因此我們在選擇儲存裝置的時候 一定要根據你的需求 以及你的習慣來做選擇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它們的不同種類以及用途吧 我們印碟的部分有分為機械式的印碟 像這種機械式印碟 或者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固態印碟 像這個也就是SSD 兩種種類 那我們傳統的這種機械式印碟呢 它採用轉動的磁盤 來讀取以及寫入的部分 那所以其實它這些零件的部分 比較容易造成一些機械故障的狀況 或者是因為現場環境太熱或者是太冷 甚至震動而產生故障 那我們傳統式的這種印碟 它的優勢在哪裡 第一是它的容量比較大 而且價格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市面上常常聽到說 我常常把照片 或者我的編輯的檔案 儲存在一般的像這種印碟上面 都可以 那第二就是它的好處就是 它要故障之前它會有前兆 也就是說它壞鬼的時候 它可能出現一些聲音 或者是說它的讀取速度突然變比較慢 甚至有時候常常出現一些異常的狀況 都是它快要有問題的前兆 這時候當然我們就可以 趕快把我們的資料備份出來 或者是尋求一些專業的資料救援的服務 都可以 但是傳統硬碟還是會有一些缺點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就知道說 它的第一個缺點就是體積比較大 如果拿它跟一般的SSD 下去做比較 很明顯它的體積大蠻多的 那第二就是它在消耗能量部分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發現當它在運轉當中 它的溫度會比較高 所以說有的人不希望我電腦 因為溫度高而導致整個的 運作的效能比較不好的話 那就比較不建議用這種就是傳統硬碟 第三就是它不能夠在有晃動的環境底下工作 例如說有的客戶它安裝的位置是會震動的 那這時候這種硬碟就容易故障 所以就不建議使用像這種傳統的硬碟 硬碟的另外一種也就是SSD固態硬碟 那它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它的傳輸速度非常的快 它的傳輸速度像一般我們現在常見這一種 直接插SATA排線這一種 它的傳輸速度至少是一般硬碟的3到5倍以上的速度 那再來如果說另外像這種 插PCIe的插槽這種SSD的話 它的速度甚至可以比一般傳統的硬碟的速度快10倍以上 這是它的非常大的一個優點就是傳輸速度快 那它第二個優點也就是說它的體積非常的輕巧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體積很小而且很輕 所以像現在很多硬碟的部分 甚至很多電腦部分都採用像這種SSD 下去當作開機槽的部分 那再來第三個優點就是說它非常的省電 所以這種運作再久它摸起來都沒有什麼溫度 那但是傳統的這種硬碟的部分它的溫度就很高 所以這是它第三個優點就是比較省電 以及比較節能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SSD它的一個缺點的部分 當然第一個就是它的價格比較高 SSD因為它的容量通常比傳統這種硬碟來的小 但是它的價格卻比這種傳統硬碟來的高 雖然說他們價格比較高 可是SSD在性能速度或者是耐用性的部分 提供了非常顯著的優勢 所以這其實就看客戶部分該怎麼去做選擇都OK 那再來第二就是它故障的時候不會提前告訴你 也就是它不會像一般的傳統硬碟一樣 發出聲音或者傳輸速度變比較慢 不會 所以如果我們使用這種SSD的部分 會比較建議我們要做好一個良好的一個備份習慣 以確保我們資料的完整性以及它的安全性的部分 那我們使用一般這種傳統硬碟來說 它還是有分不同的規格 例如說我們常見的是一般標準的硬碟 甚至有的監控主機用的 會有像這種指標就是監控用硬碟 再來會有NAS專用的紅標 也就是NAS專用硬碟 甚至有保固更久或者是它的穩定度更高的企業用硬碟 都有這種不同的種類硬碟可以下去做選擇 讓我們針對一般硬碟跟SSD來做個重點真理 第一如果你追求的是速度快可以選擇SSD 因為許多人的電腦都使用SSD來做開機磁碟 它的溫度也會比較低 那第二如果你追求的是穩定 而且你日後要當作資料保存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一般的硬碟當作資料 第三如果你有特殊需求 例如你要做監控使用 那我們就選擇監控專用硬碟 你要做NAS使用 就選擇NAS專用硬碟 我們下一集會跟各位分享 隨身碟以及記憶卡的規格差油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